那接著講到第四件呢 那接著講到第四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目前這個 主要的這個YouTube頻道 營運的不是 第四件大事情就是 我覺得目前這個頻道 營運的不是很好 就是我已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 第四個 第四件事情 第四件事情就是我覺得 目前這個YouTube頻道 就是王建凱 開YouWang 台灣這一個YouTube頻道 我覺得它營運的不是很好 那也是 因為我個人的關係吧 就是我都是放一些我自己想拍什麼 就拍什麼 然後完全不關 就是完全沒有理大家到底想要看什麼 對 所以 那第四件事情呢 就是我這一個 目前你看到的影片的這一個頻道 然後呢 那第四件事情就是你目前看到這個影片的頻道 這個王建凱開YouWang 台灣這個YouTube頻道 它其實營運的不是很好 就是它的各種相關的數據 就是看起來就是很不漂亮 因為其實就是我的關係啦 就是我想要拍什麼我就拍什麼 然後所以變成有人可能對這個主題有興趣 但對另外一個主題就沒興趣 所以我的觀看的觀眾 然後YouTube不知道到底要推給哪些人 所以變成就還滿慘的 我拍的影片也都是像是某一項產品啊 或是幹嘛的 然後來分享 那變成那一個產品如果很熱門 那這個影片就會很熱門 如果那個產品完全沒有人看 那我就會完全沒有人看 所以我在想辦法說 要怎麼樣去用另外一種方式 有點像是跟大家分享說 哇賽這個東西很酷炫 而不是深入去探討說 它的優缺點還是幹嘛的 就是這個頻道需要再想一下 到底要幹什麼 那所以我還有另外一個頻道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就是Non-Edit Non-Edit我之前就是說 就是所有沒有剪輯過的影片都丟上去 那我後來越玩越有趣 就是因為我很多很多影片片段 其實是滿有趣的 我才會把它拍下來 那每一個有趣的片段 你把它全部剪剪剪剪剪剪 變成一個長的影片 然後放到我這一個主要的YouTube頻道 我只有一個標題跟一個縮圖 能吸引觀眾去看我的影片 所以可能那個縮圖啊 那個標題做爛了 那就沒有人會來看你的影片 那我另外一個Non-Edit 變成你有一百個片段 你就有一百個標題一百個縮圖 那你就可以有一百種機會 可以讓別人看到你的影片 然後一百種的人可以看到 喔這個標題很酷選 我想要點進去看 就有更多的機會 有分散風險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會持續的上傳在Non-Edit 然後我也把它放到上方跟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可以看一下 反正就 多玩玩不同方向來看看 呃 會發生什麼事